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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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国家二级建造师李鹏 欢迎李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在这段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他为了这个漏水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烦恼 也联系了各个部门 物业也是多次上门维修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问艾迪 就一般来讲这个楼顶漏水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楼顶的漏水它会有很多的原因 首先比如说我的屋顶我是有防水材料的 那我防水材料的老化或者是破坏 它肯定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漏水的一个问题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施工过程中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的一个施工不规范 或者是天气对施工的这个过程带来的一些影响 它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屋顶漏水 那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在入住以后 他会对他的亲家进行一个装修 那装修可能是会对这个防水层造成一些扰动或者是破坏的 那么以上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屋顶漏水的原因的 我不知道李鹏在刚才这个张先生的这个问题上 您觉得这个漏水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如果是一个顶层的话 其实极有可能就是屋顶的一个防水层 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日晒风吹 包括冬季的一个气氛变化 然后产生了一些它的一个老化 然后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后面会造成一个屋顶的一个漏水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因为在新闻当中也会常常看到 有一些家庭漏水 但它可能顶多就是渗水这种情况 但张先生家这个严重了 甚至上面感觉就已经有洞了 我不知道在艾迪的工作经验当中像这种情况常见吗 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 比较严重 对的 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去猜测 就是它的这个露出了这样的一个洞的话 其实说明它整个的装修的一个面层已经被破坏掉了 那潜在的原因可能也会有一些 就比如说它屋顶这个漏点它比较大 所以可能异常大雨 整个的这个装修面层就完全被冲毁了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上面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渗水的一个情况 导致这个面层时间长了 它被泡缩软了 然后就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脱落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原因都属于屋面漏水的里面相对影响大一点的这种情况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可能是某一个房间某一个点局部漏水 但是张先生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 他是整个全屋每一个房间都出现渗水的情况 李鹏就像这种情况的话 属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吧 没错这个如果说产生全屋顶多个不规则的位置都有漏水的话 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从一个常识的角度上来讲 普遍来说是一个点到两个点的漏水 它不会说大面积产生漏水 这里面就涉及到有可能是比如说被一些装修挡住了 然后进行了一个扩散 或者说它的一个屋顶通过修补之后的话 它还是有大面积的阴水 一直藏在它的一个保温层下 或者它的一个防水层下 这样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不规则的弹开 然后从一些楼板的缝隙 或者说有打孔的位置就伸下来了 那么这个张先生在业主群里 他也联系到了其他的有同样问题的业主 包括毛先生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毛先生的家里情况又是怎么样 毛先生住在张先生隔壁单元的顶楼 他也被漏水问题困扰多年 我们家发现这个漏水这个情况 在2019年上半年也是雨季 当初整个发现这个时候 整个是从客厅一直到这个餐厅 那个阳台那个点 全都是裂缝 当初他们在做的时候 直接是我们叫住江工艺 修了一次以后呢 20年它继续漏水 包括主卧室客厅阳台 前线都在漏 20年漏水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把整个屋面前面打开了 就整个按照他们正常的一个防水的施工工艺 去下来以后 21年它继续漏 后面呢建筑总成包的公司 它是有一个房秀部门 它这个房秀部门呢 后面感觉到这个事情呢 比较严重 建定以后通过第三方的专业公司 来继续做了一次防水 从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这个客厅真的这个落室 目前没有漏水到 可是阳台还是大面积的水 阳台这个漏水的地方 现在还没有解决 现在一直还是漏水 而且应该在三月份漏得相当厉害 刚才听了毛先生的描述 我们应该知道 其实他们家一开始 也是大面积的顶部开裂 当然了经过了很多次维修 目前呢是集中在阳台 还是漏水的 其实这样分析下来的话 它的整个房顶看来是质量堪忧的 而且关键是这样 它这是买的新房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能不能严重怀疑说 其实你最初这个楼 它本身就有质量问题 常规来说 我们这种墙面的这种开裂 它可能比如说 我的涂料的热胀冷缩 或者是我房屋的这种沉降 对这个面层带来的这种扰动 它都是有可能形成开裂的 但是如果我说 像刚刚我们VCR里面看到的 就是它的开裂和漏水 是结合在一起的 并且它的漏水 已经是成线状的 这种分布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理由去怀疑 它可能会跟我们这个屋顶的 这个防水卷材的 这个铺装的这个走向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 而且呢毛先生也讲了说 他们家其实经过了 很多次的维修 其他的目前来看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阳台这个部分的渗水 仍然是存在的 那这个是说 我们的维修没有一步到位呢 还是说其实它还是有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阳台漏水的话 也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因为阳台的屋顶 它是一个悬条结构 悬条结构的话 它凸出来 整个建筑的这一部分 它有可能是坡度不够 它形成不了一个 向外的一个自然排水 这样的话 它就会形成积水 但是呢刚才 从这个VCR当中来看的话 王先生家仿佛是在 它那个灯具这个位置 有一个大量的一个 露水的一个现象 首先这个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它是容易引起漏电的 对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单纯从这一个点来说 有可能是 灯具安装的过程当中 把整个的楼板打穿了 或者是破坏了防水层 或者呢又和屋顶上面的 一个排水沟相互关联了 导致这一个点不断的漏水 不管怎么样 我们此时此刻 在演播室里面 进行这样的分析 还只是基于 非常有限的条件 来讲 有可能是这样的前提 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那么具体是怎样 带艾迪代工 亲自到现场去进行了勘查 我们跟随 我们镜头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为了查明漏水原因 设计师跟随节目组 来到了张先生和毛先生的屋顶 进行查看 刚走到屋顶 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由于整栋楼 大部分家庭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 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 很多水管都开始漏水 导致楼顶上 长期堆积了大量的积水 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排水沟 它是在这个防水碱卷材的下面 出现了积水 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些积水 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排走的 那肯定会对这个积水下方的 这个房间的这个渗漏 是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除了太阳能漏水之外 太阳能的基座上 也存在较大的漏水隐患 这个防水卷材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施工工程 应该是这个卷材 应该是翻边翻这个位置 它现在没有翻边 由于太阳能是后期加装上去的 所以在楼顶做防水处理的时候 施工人员并没有对基座做防水处理 这样就导致大量的雨水 从基座的边缘渗漏 太阳能的这个设施的这个基础 和我们的这个防水碱材之间 它可能会缺少一些防水 一些保护措施 这会导致可能就是基础的下方 它会对防水造成一些破坏 并且会通过这些破坏 然后带来这种雨水 向防水卷材下方渗漏 从而使它在防水卷材下方 可能会出现一种不规律的 大面积的一个基水的一个蔓延 这样的话就会跟我们 刚才在业主家里面 这种多点式的这种散发式的这种基水 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抛开这个当时防水涂层 包括这些材料的问题不说 如果基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 那是不是业主的这个屋顶 肯定还会有这个继续漏水的风险 所以在这里要请这个爱迪 帮我们这个解答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的办法 首先一个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肯定是想方设法把这个基水排走 不然的话这个基水永远是存在在 这个防水层的下方的 就是隐患了 对因为从我们现场来看的话 它这个我们屋面的这个排水的这个洞 它是在防水层的上面去排水的 那么防水层下方的这个水 它永远没有办法排走 排走之后的话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去补漏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通常情况是 一两个小点的这种补漏的话 那我们可能局部抓漏 然后局部用这种防水卷材 或者是防水涂料去把它补一下 就可能这个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但是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的话 它相对会复杂一点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防水卷材的这个开裂 以现场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老化开裂 带来的这种情况为主 那还有一种就是 现场会有很多的这个 太阳能的这个水泥墩 那么这个水泥墩 它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们这个防水卷材 是要翻到水泥墩的上方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这个水泥墩和我这个卷材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裂缝的嘛 而且这个裂缝还不是很小 那么雨水顺的这个地方进去的话 它肯定也会出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去补漏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有一些水泥墩 它是直接放在这个防水剪材上面的 那么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 我们之前已经是做过这种防水翻修的情况 但是翻修的时候 它是在翻修之后 它去把这个水泥墩放上去的 这个过程可能你这个卷材 又发生了二次的破坏 那可能相对来说 我们屋面的防水整体重做 它反而是相对工艺比较容易实现 而且会施工相对快一点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从工艺来说 防水层一定是要覆盖你整个屋面的方方面面的 你任何一个盛点漏点都有可能带来 雨水在防水层下面的积聚 那么这种漏水情况就是完全不可控了 那么目前的防水材料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有哪些好的可以推荐 也请教一下艾迪 这两年就是在民用市场 尤其是我们建筑在做到改造类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新型的 就我们叫做新型高分子防水材料 那么这种材料它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优点 比如说它的重量会更轻 它在改造过程中 对我们屋顶的这个额外增加的贺载会减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寿命变得比以前长了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的 就比如说我墙面有漏水了怎么办 那其实墙面漏水的话 我们用防水涂料把漏水的地方 以及它周围我们把范围扩大一点 去把它这个补漏和补墙的工作做掉 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整体来说这一块的维修 不至于会有过多的一个担心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上海它的雨水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黄梅天 上海大部分它吹的都是东南风 所以雨水它是从东南面过来的比较多 但是上海的房屋又不是所有都是南北朝向的 有一些设计我们也看到 比如像厨房这些区域可能就是朝东南面的 于是它有一些管道井 烟道可能都是在外边 如果但凡有缝隙的话 就很容易有雨水侵入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雨水随着风向来动 墙面跟窗户面 包括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外积洞口 其实它很关键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从室内来说 打这些空调的一个洞口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通过满田一个发泡剂 完全把它封死 之后再去做一些抹灰的这些工作 才能把它有效地进行一个封堵 由于我们整个一个空调外积的一个外挂 普遍来讲是大家注意不到的 那么它在外挂的时候打的这些孔洞 然后从室外 就包括建筑面来说 它也有可能被忽略 它从室内打的话 可能它是打不满的 从室外的话 它通过它的保温层和墙面之间的缝隙 经过这种风向 导致它灌到里面之后的话 也会形成大面积的阴水跟漏水 最重要的就是窗户这一块了 由于我们的风向打过来 我们一定要在这种天气的时候 注意一下关窗 然后把它的一个密封性提高 然后减少这种漏水的现象 那么我就在想 我们这个楼房的走向位置 台风它吹的这个方向 其实在建筑单位来讲的话 它应该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考虑 这个也是为日后不要出现渗水 其实是提前来做一个伏笔 我们在做建筑设计 尤其是住区的这种规划设计的时候 夏季的这个风向 是我们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个就是上风向的 是不是会有一些污染物的原因 它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房屋排布的 那么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确实不是所有的建筑 它都能够做到非常完美的 南北向的这种排排座的 非常规则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迎风面 多多少少还是难免 它会去受到我们雨水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的这种老房子 它时间长了 维护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 这种情况下 它发生相关的这种渗漏 或者是这种大的这种漏水 和阴水的这种情况 它都会高一些 那包括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说观众讲 我的这个室外机冷凝水 可能造成了里边的一个渗漏 像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自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弥补吗 因为现在中央空调的一个普及 所以说在室内装修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预留 这些冷凝水的排水管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包括我们在木工 在做吊顶的时候 把这些管道的一些坡路 进行一个破坏 这样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存水 当这种存水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就会导致 我们的一个吊顶上 有一些不知名的一个漏水 另外的话 就是在这些管道之间的话 我们也是尽量 就是希望装修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它管道不要离排水管太远 因为你这个距离越远的话 你可能排水的隐患越多 再就是它的一个冷凝水了 这冷凝水管的话 它是由于室内的一个 管壁内外的一个温差导致的 那么这些冷凝水 其实在管壁外 它会形成一个一点点的一个滴水 也会容易引起漏水 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外面包裹好它的一个保温 这样的话 通过这层保温 杜绝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 就不要让内外产生那样大的温差 冷凝水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说这些其实装修都是细节 但是又非常的关键 直接可能关系到 我们接下来生活的质量的问题 还有室内也会有大雨天 受到严重漏水 比如说窗户 其实我们也听到过有一些观众 到了台风天 家里面可能就像发大水一样 那你所说的这种密封条 选择材质 还有哪些具体的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吗 有的 就是在整个一个窗户的安装跟换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注意到 它在换窗的时候 它其实会破坏你整个的一个窗框的结构 那么在固定好之后 其实它也是需要严格地打满这个填封器的 然后用发泡胶把它填满之后再做一些抹回的工作 这样才能保证四周的一个不漏水 然后到了窗框这一块 就窗框窗扇 这些开启扇 它所谓的这些风边条 其实它是橡胶制品的 这种橡胶制品在风吹日晒 然后包括也是气温的这一块的话 会有一个寿命的限制 它普遍来讲也就是两到三年 其实就应该更换了 但是老百姓普遍又不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说导致它的老化也会影响到你的窗 在密闭的形式之下也会漏水 刚才讲的是顶层出现漏水 这个好像比较常见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下室漏水 台风天整个大漏水 地下感觉就成了一个像游泳池一样 那像这种地下室防漏水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国家规范肯定是会对它的一个防水 是有明确要求的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建筑的 一个地下室的一个外墙 底板是通过这种非常厚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胶柱 然后避免这个地下水的上反 那整个我们这个外墙的话 我们会有这种防水的措施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外墙的一体的 这种混凝土的一次性胶柱 然后使它形成一种 接近于两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在这两年的时候 开发商对自己的项目要求比较高 那么可能就会提出来说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做第二道墙 也就是我整个地下室的外墙 我是做双层墙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即便是有这种渗漏的情况发生 我因为中间的这道间隙的存在 使它的这个四正渗漏 不会去影响我们的室内 既然大家做地下室 就难免会有地下室的出入口 那出入口我们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楼梯 一种是我们说的这个采光窗 通常比如说在楼梯这种出入口的话 我们可能会设门 可能会设排水沟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大家会容易注意到一点 但是如果我是地下室的采光窗的时候 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二次装修 我去更换采光窗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常的建议就是这个窗 千万不要贴着地面装 我们正常情况 无论如何我让这个窗的安装高度 离我的地面有一定的高度 这样的话我的雨水是不会翻上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防水 是可以顺着我这个地下室的顶板 一直往上翻到这个窗砍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和我的窗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层 保护我们的地下室 那当然了 最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选择采光窗 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这个窗的开启扇 能放在侧面 我们就不要放在顶面 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的 窗系统的选行里面 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那具体在地下室装修上 我们还有些什么样的细节 需要注意呢 李鹏 有非常多 就包括刚才代工所讲的 这个天窗和侧窗的问题 其实从室内设计师的角度 天窗我们也是建议 能不留就不留 不要留 你不要只是为了好看是吗 对 然后天窗呢 尤其不要留这种可开启的 因为可开启的天窗 它也是一样 由于你长时间的一个不用 包括你偶尔去使用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密闭性的一个寿命 你总也用不到的东西 反而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 除非说你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主人 你能够时刻关注到它的使用状况 对对 而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手法 可以打造出来这种天花的一个天窗效果 也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然后一定要留的这种天花的一个采光 也不要让它形成一个对外的一个景 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像一个盆一样的一个造型 一直在接水 它就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 所以说在梅雨季到来之前 首先我们自己要做的 就是要对自己的家来进行非常仔细的排查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做好防患于未然 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疑问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62562525 我们在每一期节目的最后 都会一一解答大家的疑惑 感谢您收看了装修类的新闻资讯节目 祝家有到 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